大家好 今天就再去跳彈床 今天我去了跳彈床 首先我熱身先 鬆一下腳 然後坐下 跌完身後就馬上跳到我平常練習的前胸翻 我練了四個月後還在練習前胸翻 有原因在這裡 就像這個動作一樣 其實我做錯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跳得太低了 然後落的時候就落不到 然後臉就向著那邊 其實呢 我就知道我錯了些什麼 但是呢 你平時做的東西 它會有很大的動力 是由你的習慣來 我要打破我的習慣 其實呢 就要慢慢慢慢慢慢的 這樣去練正會才行 大家看看我現在這個動作 我現在跳這個動作有兩個問題 第一呢 就是太低 第二呢 就是呢 我根本就不是垂直跳垂直落 雖然是跳在formpad裡面 但是呢 我們都要明清到那個垂直上落的感覺 才可以 剛剛呢 就直接是斜了 現在在這個動作裡面呢 我就做了兩件事做得很好 第一呢 就是我騎得很高 我才轉動的 第二呢 就是呢 我捉 我捉得非常之順 大家再看一次 這個鏡頭裡面呢 我就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呢 我呢 希望呢 可以overcome到 剛剛我在formpad裡面 跳那個距離 就是基本上呢 我呢 就是想直上直落 而導致我不可以直上直落的原因呢 其實呢 是我最後一跳的 大家看看 最後一跳呢 我的腳呢 其實呢 不是向上跳 而是向側邊跳 也都 有些人可能會問 為什麼我需要直上直落呢 我做到一個前空翻就行 你你鬼我懂得直上直落嗎 其實這件事不是這樣 是因為呢 你要做到一個perfect的frontflip之後 你呢 以後可以再做其他事情 就是呢 你可以跳完一個 然後再跳到一個 然後再跳到一個 或者跳完一個之後 再向後跳到一個 再向前跳到一個 或者做很多不同的花款 這些呢 都需要你的frontflip 來做你的basics 那在以下這個例子裏面呢 我呢 是做了全日裏面最好的frontflip 大家看一下 跳起上來的時候呢 我是順直跳 然後呢 上到去 剛剛好的rotation 是 Exactly 那個timing 下來是剛剛好 在我跳的位置 那裏 大家看過第一集的話呢 可能會知道呢 我在第一集的時候 就教過你這樣跳frontflip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我第一集做的frontflip呢 是BB班frontflip來的 那呢 為什麼呢 是因為呢 我那時候做的事情 其實都沒有告訴觀眾 有那麼多detail要注意的 那我現在呢 就告訴你 那時候那時候做錯了什麼 譬如在這個jump裡面呢 我就jump踢太低 還有呢 就算我踢 我的腳呢 都不踢得夠手 然後呢 落地的時候呢 那個人呢 也都空前了 那我今天呢 總共呢 就去了兩個小時 那兩個小時裡面呢 我都是不停不停地去做 前空翻 那也都在裡面呢 見到我的教練 啊 終於回來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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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